书上说 以前的彰化人 在介绍自己家的地址时会说 我住在台画围墙边 这段话 让我开启了一趟旅行 一趟分享在地故事的旅行 我以前是台画的宁公 现在是这本书的作者 台画在这边设厂是一件大事 所以慢慢的台画成为彰化的人的一个地标 譬如说有人问说 你住在哪里 我们就住在台画附近 你说台县或是中山路 彰南路 没有人知道 你讲台画附近 大家就很清楚了 早期的话就是以纺织 就是木材运进来 然后经过化工那边 然后就是成为这个莲师 自毛毯工 毛毯 台历毛毯是非常有名的 以前的人嫁妆 里面可能是其中之一 那我们女工结婚的台画公司也会赠送 就是从毛毯然后到慢慢的清洁剂之类的产品出来 以前没有这么多住宅区 因为台画公司来这边设厂 相对的也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 所以呢 带动了一些商签 所以做生意都也来了 所以说周边的住宅 田地变成住宅区 慢慢的地方都改变了 国座生意等于是没什么读书啦 到第二学期三月份的时候 我们就跟了那个学校老师还有台画的 部导大姐他们就带我们到台画来 所谓的实习 那时候让我们回学校参加毕业考 然后毕业典礼 完之后呢就再回到台画 再回到台画就成为正式员工了 要轮班了 轮三班 那在现场工作的辛苦 对我们这些农家孩子来讲 其实没事不管你是哪一个协力 你就是进人家从集成做起 这个部分让我想起 确实我们那时候常常听到 就是很多民事工专的啦 有些人知道他们到现场来 现场来跟我们一起工作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呢 他们这一公司建立起来感情 还有了解集成的一个辛苦 有很大的帮助 在读国中我小的时候 台画街这边地上还是那个一般的泥地 那慢慢的呢 差不多60年代的时候呢 也因为台画初五领薪水 20号领这一支 所以呢 那个生意人会掌握这两天 不只是台画员工会来逛 相对的周边 张蓝路啦 彰化寺的 都知道说 施机20台画街的很老鸡 大家来讲台画街的设计 是很多人很美好的回忆 为什么呢 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美化妆门口很有趣 这个美化妆的人员 你要跟她联络 不管你要去找她 或是说你要写信给她 一定要知道请示号码 那写信的话呢 信会通通集中在 辅导大姐这边 然后再分化 那如果要找的话 也是到哪 到所谓是登记 登记完之后 大部分人就在外面等嘛 那比较保守就是 不像现在就是 啊我就是跟谁在交 我们要是会害羞 怕人家知道 慢慢的有做一些转型 那变成一个观光工厂 那也跨足到生意相关的产业 然后呢 有乐国商店在这边 推动厂区的一些活动 像说鹿袍 那赏银 彰化这个赏银 南楼银是很有名的 那其他还有 像我们游泳馆这边 下面有球池啊 那小布里的游玩的 这些设施 我刚刚还听我们管理课的 那个书先生说 还要做二手玩具 在我们以前 里大楼 里法厅那边 里法院那边 我想这样是一个 赤眼循环的一个活动非常好 这也算是对我们地球上的一个保护 来在能够带动地方 大家来想应这个环保意识 原来 现在的台画彰化场 有一个叫乐活圈的场域 连接厂区周边的邻里商家 和二手玩具团体 发展亲子同趣基地 和塑胶回收体验活动 共同创造一个乐活 永续的生活 延续着这个厂区 对于在地的服务跟热情 旅行的最后 我与陈翠婷一起回到当年的台画街 一起品尝记忆中的美味 走吧朋友 一起来趟彰化之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